进入后疫情时代 很多的商业模式慢慢的复苏 那当然在车市这一块 大家开始稍微比较赶出门了 尤其是上半年这种累积 然后被压抑的买气 反而在下半年大爆发 所以我们看到了车市 尤其是在中国这一块 它跳升的速度非常快 那这对我们的关键零组件来讲 是一个大力多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力多 因为中国车市好的话 很多的外国的车厂 会到中国大陆去设厂 甚至采用更多当地的一些零组件 那当然对台厂来讲 很多的一个零组件 就有机会受惠 所以我觉得这对台厂来讲 当然是一个大力多 那刚才小宇有提到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影响了很多人的 一个生活形态 所以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 它其实在上半年 一二月的时候 我们最右边这条线 是今年的一个汽车销量 尤其是二月的时候 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 对不对 比较明显严重 中国大陆最严重的时候 是在第一季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 二月份的一个汽车销量 竟然只有31万台 那其实他们过去 每个月大概都是 200万左右 200万掉到31万 对那个时候只有31万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车市非常非常的一个惨淡 那不过因为在 整个大陆的一个疫情 控制的速度稍微 比其他国家更快的 一个情况之下 政府也推出很多这种政策 包括这个限购令的 一个取消等等 所以从4月份开始 好像就回来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就回到200了 对 回到200 而且它比去年还要多 5月份 6月份 7月 所以橘色的这条是今年 蓝色的是去年同期 灰色的是前年 2018年同期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4月份开始 回温 中国大陆的车市 每一个月的销量 都是比去年好 甚至到了这个7月份 已经比去年跟前年同期 都来得更好 所以它的一个成长的幅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快 所以现在最新是10月份 10月份我们2020年 还没统计出来 9月份是来到了256万辆 创高 那10 11 12 本来中国大陆的车市 就是一个逐月走望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想第四季的一个 汽车销量 当然也是非常可以期待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说汽车销量 从4月开始回温之外 我们看一下它年增率的一个表现 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一个车市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一条线它是2020年 也就是说从4月份开始 中国大陆的车市 它已经转为这个年成长 是正成长的一个态势 那先前当然的 衰退幅度比较大 可是去年跟前年的一个年增幅 其实它都是在零附近 就是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成长 甚至去年下半年 不管是去年或者是前年 它的一个汽车销量年增率 都是在零轴之下 表示说其实去年跟前年 中国大陆的车市是不好的 也不止中国大陆 其实全球的车市 在去年前年都不好 那我想已经沉寂 这么久的情况之下 今年开始见到 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成长 所以我认为说 整个车市最坏的时间点 应该已经过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车市的一个部分 那中国大陆它前9个月 销量是1711万辆 这个是年减6.9% 当然因为从1、2、3月的时候 真的是这个表现得太差 所以拖累全年的一个这个销量 那不过发稿委他最近讲 今年的一个汽车销量 有机会接近去年的这个销量 那去年是2576万辆 那前9月今年是1700 所以等于说今年第四季的话 就是有拼大概865万辆的一个销量 当然他说接近并不是说超越 所以我想至少今年第四季 大家期待可能会有800万辆的一个销售水准 所以我想这边来讲就表示说 第四季目前车市看起来是蛮好的 那另外除了说新车的一个市场之外 中国大陆的汽车保有量目前是 所谓的保有量是值 保有量就是现在已经 在市场上 已经市场上已经购买了汽车 它的一个数量 因为中国大陆大概14亿人口 大概有2.75亿辆的这个汽车 那简单讲就是目前市场上的车子 就是二手车的意思 那这个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二手车的一个市场 那再过来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 就是用汽车的数量跟人口去做比较 美国它是837辆 意大利是695辆 可是中国大陆它才170、180左右 是指它的需求没那么大 还是说未来的成长性很大 就是未来成长性很大 因为大陆现在才2.75亿 它14亿的人口 那相较于美国、意大利 其实它们的一个汽车 美国3亿多人口 可是它也有2点多亿台车子 所以中国大陆 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还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以其实目前不管是行车市场 或者是二手车市场 中国大陆都已经成为 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汽车市场 那我想当然对台厂的一个零组件来讲 是有一个激励的一个效果 那之前的 我们也有讲过汽车的这个专题 其实那时候讲的是电动车 那我觉得当然除了电动车 核大、帽连、廉价这些之外 其实有一些投信在任养的 这个汽车零组件个股 我觉得也是可以留意 那首先是这个羽龙 羽龙最近股价表现也蛮强 它最主要是做精密的这个金属零组件 它的客户包括Bosch、Denso 跟这个Cheffler 都是全世界比较重要知名的 这种汽车零组件大厂 那第三季营收是明显增温 第四季还是可以维持在高档 那明年的一个展望部分 最主要来自于这个Denso的一个喷油嘴 还有这个Cheffler的这个变速箱零组件 所以从获利的数字我们就看得出来 今年普遍大家预估的数字 大概是5.8块左右 明年有机会到8块 所以这个成长幅度其实还蛮大的 那以它最近的一个股价表现 其实本一笔才10倍左右 那股价最近现行 也是刚打出一个底部形态 那投信这边也是从9月份才开始 很积极的一个买超 那底部形态已经打出来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只要投信的筹码没有松动 股价持续向上动的空间都还是蛮大的 那第二档就是这个6279的虎联 虎联它是做汽车跟汽车的连接线的一个端子 那中国大陆市场占它七成的营收 所以也是一档很纯的 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零组件 那保险四合的客户包括吉利还有东南 那汽车端子的一个客户包括 这个中国大陆电动车大厂比亚迪 那中国大陆的车市明显回温 所以第四季的营收 其实市场上预估说 虎联大概会有计真两成以上的一个这个水准 所以第四季的营收表现 其实蛮值得可以期待 EPS的部分 今年估4块 明年是估5.8块 所以以目前的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本一笔才14倍左右 相较于很多电子股都二三十倍 其实我觉得很多汽车股 目前都还是蛮低的 那现在股价激起也是非常低 那投信这边也开始在陆陆续续的做买超 那股价也打出了一个短底 所以在第四季的营收 计真幅度蛮大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财报跟营收的利多吉利 那股价持续向上的一个机会还是蛮高的 那这些优质股 到底谁适合 我们平常在这里进出长期中期短期的注意 但是有哪一些个股其实适合小资族在盘中用零股来交易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再来追踪